文章来源 New Talk 受美国半导体出口法规影响 全球最主要半导体测试设备商泰瑞达Teradyne 29日宣布 去年将价值10亿美元的生产业务从中国撤出 据路透社报道 泰瑞达发言人当地时间29日表示 由于美国出口法规导致供应链中断 泰瑞达去年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制造业从中国撤出 据悉 泰瑞达位于苏州的一家工厂 是该公司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主要生产基地 自美国2022年10月颁布半导体出口限制法规后 泰瑞达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 报道指出 美国当局限制半导体出口的法规 是为了防止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被中国用于军事领域上 近年来 随着中美科技战的加剧 以及监管机构限制芯片制造等敏感技术的贸易 许多美国公司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泰瑞达曾在2022的财报中警告投资者 有关美国半导体出口法规造成的潜在影响 并在去年10月时表示 出口禁令导致泰瑞达在中国特定公司的销售 及其制造和开发业务造成的打击 泰瑞达全球合规和道德总监布莱恩 阿梅罗·布莱恩·阿梅罗26日在一次虚拟出口会议上谈到了撤出中国的问题 阿梅罗表示 我们在中国进行制造 所以我们必须获得紧急授权才能继续这项活动 阿梅罗进一步表示 我们认为这太冒险了 因此我们把制造业务迁出了中国 并造成了不小的费用 阿梅罗表示 尽管获得了授权 但一些供应商不会向泰瑞达发货 导致供应链中断 泰瑞达报告称 它最终获得了许可证 以减轻法规的影响 当美国在2023年10月更新规则时 泰瑞达为芯片创建后使用的测试设备开辟了一个例外 阿梅罗在主题为中国平衡法案遵守出口管制的同时 保持理智的会议上表示 这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 阿梅罗表示 虽然泰瑞达不是出口限制的直接目标 但该泰瑞达受到了这些法规的重大影响 我们看到 这在市场份额上有所体现 阿梅罗没有提供具体数字 但截止至去年10月1日的三个月 中国占泰瑞达收入的12% 而上一年同期为16% 阿梅罗表示